Hello大家好 我今天分享的呢就是很多艺人在活动上或者走红毯的时候做的漂亮的指甲 之前你们接触到的肯定是这种吧 活动胶变上之后一蹭啊或者穿衣服啊洗头发都会掉对不对 但是我今天给你们分享的是 固态的贴片胶配合这个小烤灯 还有一个这样的卸甲水 如果我去拍戏的话我就卸掉 非常的方便 首先呢我们用到的东西就是这个脚搓条 我们把表面的油脂这样搓掉 这个有一个好处 你不用怕洗头发或者洗脸会掉 它可以坚持半个月 就是我们平时去美甲店做那种胶水的原理是一样的 现在是要磨成磨砂的质地 再用酒精粘片把它一起去干 所以如果你们手上有死皮 就可以用这个小尖尖然后把你们这个死皮上推一堵 用到的这个胶水像水晶胶一样 用甲片快一点胶水多快一点 然后沿着指甲的这个表层这样的 不要怕胶水都出来 这个胶水一会儿一款它就掉了 可惜正面 稍微侧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指头的 不是像美甲店那种全部烤的 所以就是每个面都烤一下 然后像这种透明带钻的 我们就多烤一会儿 烤个五分钟就可以 这种没有带钻的裸色的 烤个30秒或者60秒 它今天就已经很结实 然后把多余的这些胶水给它摆掉 你看一条就掉了 看到没 一个完成了 是不是还挺自然的 你要是不想要这个指甲 想换一个 拿这个水罩喷一下 然后你擦 它掉了 非常非常棒 这个固态胶水是适合所有甲片的 正常的甲片都是可以用的 每个人的甲床不一样 大小都不一样 所以你们选的时候 可以把你们驾床的尺寸 告诉店家 然后适合你自己 我现在都贴完了 像我这样换你去都烤一下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拜拜